在我们讨论大学都在学什么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大学生的素质怎么样 花了这么多钱 签了这么多债 他们这些人的程度到底如何 有一个YouTube channel叫做 他就是在大街上问现在的美国年轻人 一些很简单而且很基础的问题 然后看他们是怎么回应的 看了之后 可以算是很好笑吧 但是真的是应该为美国 感到害怕甚至哭泣的情况 因为我们的教育系统 甚至我们的父母 都是在这样子的教育下长大的 我们被告知 我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年轻 最先进 拥有最好的教育 最聪明 最有知识的一代人 越年轻的人就越认为 他们在人类的历史上 有这样的优势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 我们懂得比以前的人少太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我认为哪些星期里的颜色 数字是在美国的颜色上 103 103 103 哪个水域是在美国的颜色上 哪个水域是在美国的颜色上 什么水域是在美国的颜色上 在哪個國家是英國的皇帝? 歐洲?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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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首席 有一個首席? 什麼? 歐洲 可能是加州 對 是嗎? 或許美國首都就是加州吧? 很確定就是智商的首都大概是加州 整個加州的文化好像是在侵蝕著整個美國 甚至全世界 如果今天底基督在加州出現 然後每個人開始跪拜他 我覺得都非常有可能 很好笑 但是真的很可悲 你可能會覺得說 他就是出去問一堆人 然後從裡面挑出來幾個最笨的剪出來而已 或許吧 這裡有一個研究數據 在2007年的時候就有一個來自 ISI的調查 Intercollegiate Study Institute 所以這個數據已經是15年前了 照片顯示 同樣的測驗裡面 剛進大學的學生的學術成績 比讀了4年要畢業的學生學術成績還要高 測驗內容絕大多數都是歷史啊 還有一些基本的公民知識 也就是說我們把我們的小孩 放在大學裡面越久 他們就變得越無知 而且越來越自大 越來越自滿 這其實不只是在大學裡面而已 我們可以說現在 絕大多數的公立學校跟少部分的私立學校都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人知道的東西越來越少 這個是我在這個頻道上有講過蠻多次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人反駁 就是說我們不應該去教導小孩去想什麼 我們只應該教導小孩怎麼去想 那這個是我成長的環境教導我的 我相信絕大多數跟我一樣年紀的人 還有就說40歲以下的人好了 如果各位有看我們的專訪政力心牧師的話 他有提到他發現在40歲這邊這個道德價值觀有一個分界點 很多保守派的人會說 你看那些左派的人對不對 那些左派每天就在洗腦小孩 而不是在教育小孩教導小孩 他們就是在洗腦小孩去想什麼 而不是教導小孩怎麼去想 我這邊跟所有的這個教育專家說 我們如果不知道一些基本的道德價值觀的話 我們就不可能有能力去自己思考 我們不可能教導小孩數學 還有所有的這些公式還有理念 如果說我們不先教他2加2等於4 還有為什麼等於4 我們沒辦法教導任何人美國多偉大 如果我們不從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開始講起 我們要教導我們的小孩是不能改變的事實還有歷史 我們如果沒有教導為什麼不能殺人 為什麼不能貪婪 我們就沒辦法教導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會有所謂的道德觀跟美德 因為有的時候殺人會是非常理性的決定 為了自己的自由而墮胎 為了自己愛的人殺死老婆 為了保險金謀殺 為了不要病痛而自殺 如果我們不知道為什麼的話 很容易就會做出非常理性但是邪惡的事情 我們回來講到我們的教育 教育跟洗腦這兩個字 基本上解釋是非常接近的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在共產主義的國家的這個再教育中心 在西方這邊會被說成是被迫洗腦 很多在美國讀書讀了幾年回中國 然後想要自由 他的朋友就會說這個人被美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洗腦了 這兩個字基本上意義是一模一樣的 洗腦的英文是 這個字是來自拉丁文的 意思就是教導或者是領導的意思 一個比較懂的人 把他懂的東西 把他了解的東西 傳達給想要知道的人 教育的英文是 同樣是來自同一個拉丁文字 我們分別這兩個字的方式 只是我們認為教育是好的 洗腦是壞的 我們永遠都認為我們在教育 然後我們的敵人在洗腦 我們無法逃避的事實就是 如果我們要成功的教育某個人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植入一些東西 另外一個我們被教導的東西 特別是在美國教育系統裡面 我們會說我們不用背東西啊 我們不用背詩 背某個名人的演講 聖經的經節 因為我們現在這些現代人 活在未來了 我們隨時有一個對不對 這個電腦對不對 上面有我們所有人類的歷史的資訊 我們想要找什麼就找什麼 我們現在教育只要教導那些 世界的這個運作規律還有模式 一個歷史事件的主題 跟總結還有結果 其他的都不重要 這一點我很糟糕 我常經節是背不出來的 當然基督徒六年了 我最近才開始要試圖背一些東西 各位要知道的就是 這個教育模式就是左派的方向 因為只要學生可以保持他們對於歷史還有文化的無知 他們就可以說服學生說 你們好像已經受到良好的教育了 因為他們只要知道整個歷史事件的主題就好 他們這些老師就可以斷章取義的隨便篡改歷史 在影片裡那些學生 你們不需要知道美國歷史的對不對 美國國旗上面有幾顆星星 關你什麼事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好 就是我們從奴役制度變成了現代的自由 主要就是我們現在很自由 以前都是壓迫打壓奴役 我們不需要知道基督教的歷史或是科學進步的歷史 我們要知道就是我們從宗教執政的歐洲黑暗時代 演化到了現在的科學 理性無神論的啟蒙時代 enlightenment age 你只要知道這個就好了 裡面什麼內容啊 發生了什麼事啊 什麼人物啊 沒什麼好知道的 不重要 你知道了能幹嘛 所以現在這些小孩 他們可以進很好的大學 但是出來之後可能什麼都不知道 對自己的國家文化歷史一點概念都沒有 當我們不認識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歷史我們的信仰的時候 我們就不知道我們要保守什麼 我們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保守派 就算我們想要當一個保守派 我們也不知道要保守什麼 我們就跟左派一樣 在資訊的衝擊當中左右搖擺 我們支持烏克蘭 因為代表著民主自由 或者是我們支持普丁 因為他是神的僕人打擊deep state 我們支持川普 他是神的僕人 只要反對他就是我們的敵人 川普的確是很棒的總統 川普的確是一個保守派 川普的確是一個非常好 而且非常勇敢的基督徒 但是當我們把他當成我們的偶像的時候 當我們認為他是美國唯一的救世主的時候 我們就會變得很可怕 變得是非不分 會變得跟左派一樣無法思考 我們會認為 又要掉粉了 副總統一個人可以推翻整個美國的選舉結果 只因為我們知道彭斯是個叛徒 是由大 這就是整個事件的主題 法律經過內容都不重要 因為西行小寶這樣說 因為Steve Bannon這樣說 所以我在這邊真的建議所有的人 親自的去讀聖經 親自的去讀憲法 因為只有這個樣子 我們才不會被騙 如果你看不懂英文的話 可以去看PHC No,不要去看PHC 那個也只是Ethan說而已 所以網上應該可以找到中文版的美國憲法 去讀讀看 不常裡面有很多的智慧在裡面 真正知道美國的憲法 我們才知道我們應該怎麼樣合法的去反擊 親自去讀聖經 我們才不會被那些扭曲聖經的人騙 就跟我們身為基督徒一樣 很多基督徒會說 我們不用去研討什麼律法 為什麼之類的 那些都是舊約 在耶穌基督裡面的新約 只要有愛就好了 事實就是 沒有律法就不可能有愛 不了解律法就只能有扭曲的愛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教會 我們的人生 不能把愛當成是不去了解律法的理由 因為只有真正去認識律法 我們才可以真正體會 而且真正了解到 什麼才是真愛 我們才能在愛裡得到 真正神給我們的自由 所以我們如果在乎教育的話 我們就要用正確的 不便的 正義的 屬神的價值觀 洗腦 或者教育自己 還有我們的下一代才可以 這樣子有一天 他們被問到 美國的首都叫什麼 他們才不會說 California 加州 這樣子他們有一天看到自己的總統 在偷納稅人的錢 來免除自己的學生貸款的時候 他們才會知道 那個是共產主義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